侄女的未婚夫式的万元户 女人舔着大脸就来打秋风 来到了皮鞋店 欢迎 随便看 徐卯兔呢 徐卯兔在不在 温四姐还没有见过徐卯兔 有些迷茫 什么事 这时却牙齿一脸闷闷走过来 这个就是徐卯兔 是温叶要嫁的对象 模样倒是端正 可也谈不上多俊俏嘛 特别是开口说话 居然还缺了一颗牙齿 好滑稽哦 这孩子 这是笑得不会说话了 快叫姐夫 姐夫 哎 这是哪冒出来的小姨妹啊 桂花婶笑着将缺牙齿推开一点 去 没正经 人家小姑娘 你能随便开玩笑 汪语和温四姐一恶 她不是徐卯兔 她不是 只是平时喜欢玩笑而已 那徐卯兔不在吗 叫她出来 不好意思啊 她一般不在这儿 如果两位是看皮鞋 我一样能帮着介绍 保证让你们满意 要是什么事 处处都要老板出面 那我们这些员工 是叫来干什么的 关键时刻 就是我们这些人 替老板背锅呀 她一般不在这儿 那她在哪儿 我去找她 兔哥现在 在学校读书 她说过了 除非天塌了 才能去学校找她 否则 不要去影响她的学习 这好好的皮鞋店开着 不在这儿守着赚钱 跑去读什么书 真是有病 虽然徐卯兔不在这儿 不过既然来了 也不能空手而回 我叫温四姐 是徐卯兔的姑妈 我跟徐卯兔一个村 从小看着她长大 她有哪些亲戚 我不认识 刚才进来认错人 分明连徐卯兔长什么样 都不知晓 是哪门子的亲戚 而且 就算是徐卯兔的亲戚 又怎么样 真有什么事 也该去家里找张金芳 桂花审笑得很适合气 脑海却打好了主意 温四姐和女儿 很快就挑好了鞋 我就要这一双了 给我们装起来吧 好的 两位这边来付钱 两双鞋 一共72块钱 我是徐卯兔的姑妈 你到时候跟她说一声 就说我们来拿了两双鞋 好的 我会跟她说 你们来过 不过 这两双鞋 72块钱 还是需要付的 你还没听明白吗 我是徐卯兔的姑妈 我来这儿拿两双皮鞋 亲戚还需要给钱吗 亲戚就不给钱了 别说你是兔哥的姑妈 就算兔哥的亲妈来 也一样得给钱啊 你个小孩子 在这儿凭什么嘴 什么亲妈来 也得给钱 说实话 我是温业的姑妈 我这是看着他们两人 要结婚了 才想着 过来拿一双皮鞋穿 到时候 好给他们撑场子 你也知道 我们是女方的娘家人 这结婚 当心狼官的 总要给女方各种彩礼 各种红包的 相信徐卯兔也会懂事 你说是吧 他把我们红好了 我们女方才能让他痛快 把人给接走 你说是不是 他们结婚的这个事 我一个外人 没资格说三道四 我呀 只管负责把我的工作做好 把这个皮鞋店的生意 给照顾好 温四姐直接怒了 你这人 往你活这么一把年龄 怎么就这么没点眼色 确实我这人笨 可是买东西付钱 不是天经地义的吗 如果你们今天不方便 没有带钱 也没关系 下次带好钱再来 黄小刚眼几手快 就准备把刚才 包装好的皮鞋 放回原处 你们这么做 问过徐卯兔了吗 他怎么就找了 你这样的人来帮忙 也不怕给他 把亲戚得罪完了 我只听说过 亲戚之间 互相帮衬 可没听说过 亲戚之间 就白拿白要的 今天我就把话 给你说个清楚明白 别说你亲戚 就算许卯兔本人来 他拿皮鞋 也得给钱 这是他定下的规矩 我们也好记账算钱 你连许卯兔都不认识 进门就叫错人 估计连他面都没见过 非要这儿 扒拉着认亲戚 我们没说什么 依旧笑脸相迎 可你却想站着这个关系 白拿 可真没见过这么大的脸 桂花婶劈头盖脸 冲着温四姐一顿鼠落 指鼠落的温四姐灰头脱颖 好 算你有本事 你给我记着 许卯兔就别想轻易娶媳妇 到时候 有什么问题 我让他来找你 说吧 温四姐拉着汪语 气冲冲走 他会不会真的会去坏事 如果因此影响兔哥结婚怎么办 不怕 温叶是个好姑娘 她不可能这么不明事理 嘴上如此说 可桂花婶心底也有些发虚 万一 真把许卯兔的婚事 给搞砸了怎么办 等到卯兔回来 桂花婶赶紧把今天的事 给说了一遍 是我不对 我到最后 没忍着脾气 还是对了她一番 我现在 就担心她在背后使坏 桂花婶 你做得很对啊 对了就对了 有些人 就是贪得无厌 开门做生意 是讲究一个合计生财 但碰上这样的极品 该对就对 省得人家得寸进尺 那就好 我只是担心 她在你的婚事上作怪 不会 温叶是个知书达底的人 就算今天她在 她也不会惯着这样的亲戚 亲戚间 真有什么为难事 我自然也应该帮 可是 这种不知天高地厚 仗着亲戚关系 就想占便宜的人 自然不得惯着 温四姐这边气不过 拉着女儿去找温老五 温老五正在村口吹牛呢 老五 你在这儿 正好 我正要来找你 四姐 你来找我干啥 今天 我可是去看了你的好女婿 你去找我女婿干啥子 干啥 今天 我看见邪烂了 就想着去城里买一双新鞋 我就想 这去百货公司买 也是买 当然是照顾亲戚 我就去你好女婿的皮鞋店 结果 我还没进去 你猜我听见了啥 有话你就快说 有屁快放 这么吞吞吐吐的 算什么 我呀 还没进去 就听着你的好女婿 跟那些人在说 她呀 压根就瞧不起你 要不是温叶缠她缠得紧 她都不想娶 你放屁 我的好女婿 不是这样的人 她哪有瞧不起我 她对我好着呢 大包小包提着来看我 大家都看见的 你以为 大包小包提着来看你 就是对你好 她说了 她现在有钱 她就当拿这一笔钱 打发一条狗而已 这一下 温老五真的气得不轻 你胡说 我当然没胡说 不信 问汪雨 她可是都听见了的 汪雨立在那儿 终究脸皮薄一些 哪会像这样谎话随口就来 别问我 我不知道 她这神情 反而倒让人相信 他们真的听见了这种不好的话 小姑娘都不想说了 你们别起哄 你们纯粹就是眼红 就是眼红 温老五结结巴巴的 给自己找场子 但底气明显不足 所以啊 老五 不是我提醒你 这天底下 哪有好事平白落在你的头上 你自己多长个心眼吧 现在温夜还没嫁过人 人家就把你当狗打发 温夜真要嫁过去了 你再后悔 就晚了 温老五不知带着一股子 什么样的心情回了家 这女婿 是真的瞧不起自己 把自己当狗一样的打发 她看着木箱子上的酒瓶子 这些酒 全是她的好女婿送给她的 还有糖果罐头皮鞋 活了几十年 这么好的东西 一股脑摆在面前 还是头一份呢 村里那么多人 当牛当马 劳苦一辈子 还啥也没有呢 好歹自己 还有这么多的好东西 女婿面上对自己也不错 当狗打发 就当狗打发吧